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一連兩日去到重慶那樹 進行視察洪水災情工作 但他這一連串行動 大陸官方新華社和人民日報 竟然隻字不提 彷彿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 只有中國國務院直屬的中國政府網 有刊登相關消息 顯然地李克強視察重慶的行為 遭到了大陸官媒的冷處理 而且李克強在重慶的行蹤 亦相當耐人尋味 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李克強總理在重慶那樹 有三件事他做了 首先來說 他在昨天換上一雙黑色膠水鞋 踩著一大片泥漿地 進行他的考察洪水災情工作 以公關秀來計算 這一張照片的構圖 簡直是不能彈 而且跟習近平前往安徽視察的照片 人家去了安徽的時 起碼那塊地已經乾爽了很多 也沒踩著這種泥漿地 骯髒毛髒 濕狀狀狀 而且從照片上顯示 李克強總理那條西庫都被泥漿吸收 起碼被群眾感受到 真是書磚降貴 真是看褻群眾 哪怕這場只不過是一場公關show 其實比起特區政府那群高級官員 那些招數不知高到那裡去 特區政府經常花怨網錢 又說要請一些什麼公關公司 幫自己投資抹粉 有屁用嗎? 不如回大陸偷試試吧 林鄭之前號稱會下區聽民意嗎? 那現在有沒有下區? 有沒有在街上走跌? 有沒有出街上被人罵 還是被人罵在禮賓府上? 煞昂的 回大陸偷試試吧 然後他做第二件事 他考察了一家科技企業 這家企業似乎是話中有話的 這家企業叫諸八戒網絡有限公司 他跟負責人說 諸八戒貌似平凡笨拙 但絕中有止 平凡人就是有上上志 如果能夠匯聚起大量平凡人的上上志 這樣就會成為我們社會和國家巨大的財富 每個人的誤性不同 各有各的智慧 合在一起 能夠創造出難以想像的奇蹟 他這番說話 到底是純粹狗說 還是話中有話暗藏玄機 到底他所說的諸八戒平凡笨拙 是誰呢? 哈哈哈哈 這樣就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他肚子裡的蟲 不過我就說出來給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可以去思考一下他在說什麼 然後第三項行動就是什麼呢? 標題這樣寫 就說李克強來到重慶 用實際行動支持商家帶動消費 那他怎樣帶動消費呢? 哦 原來他昨天下午去到了 位於嘉寧江河畔的重慶池氣口 一個地方的名字 昔日是一個非常繁榮的香港 好了 現在就商鋪混雜 今次超強洪風過境重慶 這一處有不少的商鋪和房屋都遭到淹沒 有些甚至乎只是露出了屋頂 總理就特意來到江邊視察殉情 當然那時候的洪風已經過得七七八八了 好了 接著氣玉就來了 首先 總理去到了一家食品特產店的牆上 你猜他看什麼? 不是看看這家店舖有什麼賣 而是說 他看看牆上的水積多高 就看到洪水浸得多高 所以這些公關show就是高招 他不需要有一大堆人來拍掌、鼓舞、叫口號 只是這樣寫一寫 上片也沒有 已經被人感覺到 真是觀察入眉 真是去視察災情 寫而已 你看特區政府寫的東西 寫不寫得出 別人寫得出 你別管他有沒有看 他真的有這樣寫 好 好 接著他就關切地信問店主 到底貨物損失情況是怎樣 接著行圈了一大輪 好 然後他臨走之前 去了一家叫麻花店 就掏錢出來買了三代的麻花 用實際行動支持商家 帶動消費 我們又看看這篇新聞附帶的照片 李克強總理手持著一張一塊水的人民幣鈔票 店主笑到殺熟狗頭的雙手合拾 多謝李克強總理 這張照片首先是政治不正確 店主雙手合拾 照計這些東西很敏感 這些姿勢 這些動靜 會不會涉及到宗教意味呢 另外一件事就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李克強總理竟然是用現金鈔票 似乎跟電子支付的主旋律 有點不同 為何李克強總理不是拿手機出來 數碼呢 不是用支付寶 不是用微信支付 而是用現金鈔票出來 大家看到大陸深圳市剛才宣佈了 如果去超市買東西 用現金鈔票都說要登記 其實就是變相推行現金付款的實名制 之前有些人說 不用微信支付不用支付寶 就可以規避監控 當時給現水都要登記過名 其實很明顯是要借防控疫情之名 來做監控之實 但是現在總理就是銀河包 拿了一塊水出來付款 又跟主旋律有不同 而且這篇報道說到 李克強是用實際行動 支持商家帶動消費 到底是否有源外之音呢? 李克強總理現偷偷給錢 就是為之實際行動 是不是暗示 有些人去視察的時候 一塊錢都不拿出來 那是否那些就沒有實呢? 是否有這樣的意思呢?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反正其實 李克強和主旋律有不同 就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了 比如說 在今年五月份的時候 我們可以續樣數了 當時 習近平就說 已經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了 但是 李克強總理就出來說 其實中國有六億人口 仍然每個月的收入 只有一千元人民幣以下 好了 然後 李克強總理就推行他的所謂地攤經濟 誰不知遭到了大陸多家媒體 是官方媒體的駁斥 就說 這些地攤經濟根本是不合時宜的 製造了一個輿論氛圍出來 終於搞了沒有兩個星期 又是無疾而終 實際上 習近平很艱難 才驅趕到北京市的低端人口 現在又說要搞地攤經濟 豈不是有多少邏輯上的矛盾 好了 到後來 李克強總理又提倡了個體經濟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有說過 但是習近平一直以來 提倡要以企業的復工復產 來帶動經濟復甦 所以這個路線上有不同 再者 李克強總理較早前還強調 說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做甚麼都需要量力而為 好了 來到昨天 他又以現金來支持商家 帶動消費 到底這一連串的行動 是否暗示著 總書記和總理之間的關係 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好了 接著我們再看看 總書記前往安徽視察的情況 他去到了安徽浮揚的一家 受災農戶那處慧民 應門的是兩母女 老母抱著一個小女 有些眼淚的網民發現到 這個究竟是真正的群眾 還是臨時演員 因為這個女人的身份 就被人揭發出 原來就是浮南院公安局的治安大隊副隊長 真是足夠期 到底是誰安排這些人 走下去扮群眾 當然 你說公安局的職員 不可以是群眾嗎 行 知不過 為受災農戶 既然說是農戶的時候 有沒有農民 這個又化妝 也不像農民 原來被人發現到是公安局的職員 搞到這場公關show 是有少少的穿崩位 製作單位就可以檢視一下這些情況 當然 這些情況不只是安徽出現 總理去到重慶現場喊話的時候 也有類似的情況 他對著現場群眾喊話 就說 你們有多大的困難都要提出來 有困難就說 這樣 有一個現場群眾 就豪氣衝天地回答 說目前沒有困難 總理又繼續說 這場水災就是這樣 總理還沒說完 這個群眾就馬上搶話來回答 就說 天災啊 是天災啊 搞到大陸微博的網民 就是這樣想刮這個所謂現場群眾出來 竟然說到沒有困難 喂 如果沒有困難 就不會搞到現在這樣的模樣 對不對 水災怎麼會沒有困難呢 人家都叫你有困難 提出你搶薑地回答沒有困難 所以就著一場公關show來說 太多不明來歷的所謂現場群眾 不是一件好事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